其實結婚第四年之後 他常常在做菜 因為結婚前三年我都在外地工作居多 所以後面其實我還蠻常吃他做的菜 其實因為他做的都是中式居多 那我個人比較喜歡吃西菜 但以中式的菜來講 他做的酸辣土豆絲跟豆乳藥 是我最喜歡的 如果可以的話 我希望他可以幫我做紅酒燉牛肉 今天要為你做的是 七週年結婚紀念日料理 沒有錯 今天呢我要為我太太 就是蔡六位小姐呢 做一道就是為了紀念我們結婚七週年的料理 首先呢 我們就先準備了這個牛肋條 切一下 蔡悠悠我為了你不惜重本啊 牛肋條我選你喜歡吃的那個美國牛 然後再加上呢今天選了一個 來自法國非常好的紅酒 辣畢的紅酒 我們接下來先醃一下這個牛肉 胡椒 然後再一點鹽巴 好鹽巴 接下來就是用紅酒來醃漬它一下 讓它那個風味更好 我也選了你比較喜歡的 就是你喜歡吃蘑菇 所以選了蘑菇 然後跟新鮮的香菇 紅蘿蔔西洋芹啊洋蔥 這時候我們就起一個油鍋 把這個菇放進來 邊炒它一下 菇的香氣已經差不多出來對不對 那我們出來之後我們就把 洋蔥紅蘿蔔西洋芹都給它下去 所有的這個香氣都已經差不多 已經上來的時候 我們就把肉放下來 豪邁的放下來 舒服 肉其實已經煎得差不多了 就是開始上色了對不對 我們就撒一點麵粉 讓它有點黏稠性 然後跟肉的形狀可以再更好看一點 這時候就番茄糊兩罐給它下來 那我們加一點水 150cc 然後接下來這個 我們已經滾了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要做一個 最重要的步驟 那一般呢 你會覺得說五大酒莊的酒對不對 它的價格可能會讓你就是 高攀不起啊 或者是說你可能喝不起 可是其實不會 這拉菇他一樣有出了一些 比較親民的酒 不只可以拿來喝 然後我們還可以拿來入菜 我們大概倒了大概300cc 然後那個等一下滾了之後 那個酒香非常的香 接下來我們等到這個滾之後有沒有 酒香全部出來之後 我們就把它倒到我們的燉鍋裡面 然後我們把蓋子蓋上 我們就耐心等待它 因為我現在用的是鑄鐵鍋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燉 50分鐘到一個小時 好囉 現在經過了一個小時的這個燉煮之後 我們要開鍋了 哇 這個汁已經收得差不多了 來我們就來盛盤 喔 不夠香的啦 我們用法國的酒 我們再配點法國麵包 糊在這邊 蔡小月 這就是我為你做的 紅酒燉牛肉 一起吃飯吧 今天對一起吃飯吧 來講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日子 因為呢 今天我們終於有人跟我一起吃飯了 而且這個神秘嘉賓呢 他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他就是 我的太太 有有些重要嗎 有 絕對有 你覺得我今天眼神哪裡不一樣嗎 對我充滿著敵意 是愛意 喔喔喔喔 那你今天也覺得 絕對為什麼不一樣喔 做了什麼東西給你吃 我的My God 我的My God 他終於為了我做西餐了 沒錯 你今天選的是 上等的食材 聽說你用了非常好的牛肋條 跟非常好的紅酒 對 我們今天用了這個法國的紅酒 你知道嗎 Lavie 那我可以先來一杯嗎 以前國王才能喝的耶 可以啊 以前那我不是國王啊 你是王后 王后 所以你的意思你是國王喔 對 所以我們要給你最好 好了結婚七週年快樂 這好好喝喔 是不是 請問這七年你對我有什麼感想 我覺得就跟酒一樣啊 越沉越香 來來來來 嘗一下 這很香耶 這是我第一次 吃到這麼紮實的紅酒燉牛肉 而且香氣很足 我想要吃吃看紅蘿蔔跟蘑菇 很好吃啊 紅蘿蔔跟蘑菇超級日味 是不是 嗯 那個洋蔥跟西洋蹄真的不簡單耶 很甘甜耶 這次特別為你做的 就是你比較喜歡吃番茄的那種 醬汁多一點 所以我們今天的番茄的部分比較多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你來我們一起吃飯 喝 那就乾杯囉 喔不行我等一下還要錄影 我不管 依依你的酒量是可以的 不可以 人家用藥嘛 今晚 我一口 OK 今晚我們一起喝酒好嗎 好 我跟你講 人生要是沒有酒 就沒有樂趣了 一邊吃飯一邊喝酒 樂趣無窮 你喝了之後可以長長久久 還是準備生第三胎 喔沒錯沒錯沒錯 等你喔 好 那以後還會來一起吃飯吧 把我餵飽我就來 好 深心理 謝謝